今天给大家讲解的是 意大利驾照 为什么说意大利 看着这个西班牙驾照却说意大利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驾照 首先它有一个五星在中间 你能看到这个五星对不对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像手指的东西 其实这里有一个意大利的国徽 但是它这个好像印刷技术不行 所以没打上去 然后再看这个伊斯 伊斯班尼 伊斯班尼 它是西班牙的意思 这个E也是西班牙的意思 就是伊斯班尼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意大利的驾照是怎么样子的 你看一下这个意大利驾照 它中间是有一个五星的 这个你大概看一下 它是比较浅的 然后这里是有一个意大利的国徽 意大利的国徽打在上面 你看它的底板 就是这个意大利的底板 这旁边也有写文的这一行字 然后它 它这些一二三四七八 这些都是 都是有颜色的 这样子 但是这个意大利的底板 它为什么打着这个西班牙驾照 这一看就知道 还有意大利的国徽 也没打上去 但它打的西班牙驾照 但真正的西班牙驾照 长什么样子 它是有一个西班牙的国徽 你看西班牙的国徽是长这个样子 它这个是西班牙驾照是肯定的 因为西班牙驾照中间 一二三四五七 这个字也是 是黑色的 不是那个蓝色的 然后意大利的中间才是蓝色的 那意大利才有国徽 意大利的国徽和意大利的五星 你看这一个假驾照中间有一个意大利的五星 然后又有一个意大利的形状的 这个整个底板就是意大利那边搬过来的 但却写着西班牙驾照 所以这个伟造的人确实是 怎么说呢 是伟造的挺拙虐的 然后用这个都能骗到钱 听说都是一张都是一万多 两万人民币 有的三四万人民币 看来这个世界上骗子就是 骗子不够用 傻瓜一大堆 是不是 你看西班牙驾照 其实用的是意大利的那个底板 你看 意大利的底板 打着西班牙驾照 西班牙驾照 所以你看这个是有多捉虐的 骗钱骗人是这么好骗的 你看你至少有西班牙的国徽做个像样的 是吧 一点都不像西班牙驾照 其实他就是用意大利的底板做的 可能他是没有西班牙底板 然后反正都是骗 对不对 然后字就更别说了 字打的是一塌糊涂 那个简直是 什么 如果这个都能骗到钱 而且都能骗一两万的话 难怪现在是 是骗子是 哪有开怀呀 陈先生也只能解释到这里了 希望伙伴们能够明白这个 欺骗诈骗的这个 其实是非常赚钱的 因为世界上的人智商 智商高低 差别很大 所以智商低的人经常被智商高的人骗 但是你这个做的也太拙虐了 你看愿意大利的底板来打印西班牙驾照 你说那个你也太坑了 是不是 你至少有一个意大利的国徽在上面 对不对 西班牙的国徽在上面 对不对 所以陈先生 这个今天是调查的非常深入了 西班牙驾照必须要有西班牙的国徽 来意大利驾照来冒充西班牙驾照 再给他打上西班牙驾照 我也不知道意大利人如果看电 会不会吐血 是吧 这个简直是太拙虐了 专门用来骗低智商的那种人 当然陈先生今天揭露了这个 希望这个活泼泼泼的能吃能 就是低智商 被高智商的人给吃掉的 这个残酷的现实是存在这个世界上的 这一张人民币是一两万 你要知道哈 一两万专门骗那些低智商的 你们千万不要被骗 如果被骗了 你就定为低智商 你看一个意大利的底板打着西班牙驾照的 是吧 意大利驾照的底板打着西班牙驾照 卖给你一两万人民币 你说 这个简直是太拙虐了 太拙虐了 我这百感焦急 今天是叫这个客人 也不是我的客人 反正就是陈先生的这个 就是粉丝跟他讲 你千万不要寄去 他说你别拿我 我一定要寄去 我要寄去换成英国驾照 我说你一寄去 你老婆小孩等一下都没换吃了 你被抓的关起来了 他们没换吃了 你知道吧 你不要害了他们 他说这是真的 我一定要寄去 我拿也拿不住 你不要拿我 你不要阻止我 我也要马上拿寄去 换成UK驾照的 我花了一两万人民币换了 他说这个是一定要寄去的 那我也拉不住他 过两天他可能就吃了牢饭了 我也不知道 那就警告大家了 千万千万小心 假驾照一旦寄去 被那个DVLA报警了之后 马上会被抓的关起来 然后判刑都是一两年很重的 劳烦要吃好久 OK了 今天就给大家解释到这里了 这些公寓的视频 全部是一心一意 为了大家的 公寓的视频 全心全意为大家 就是希望得到大家的点赞 OK了 陈先生就解释到这里了 OK了 拜拜了 呵 不要 挂